环球航空公司总裁韦瑟在前的记者会上说,去年一年,环球航空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大陆和夏威夷之间平均装载数最高的一家公司,同时也是夏威夷和关岛之间的主要运输航线以及香港流程之间的首要航线。 环球航空公司在达夫妻的讯问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这共匪党交道会得到利益。环球航空公司昨天到达台北考察业务的,在今天下午4点40分杀机离开台北。